2022才开年不久 演艺圈就被一阵喜事连诈 今天开工第一天 全明星运动会的红队经理果果也烧来喜讯咯 他在IG无预警塞出和男友范江艳峰的合照 手上还有大科转介 用hex的开心宣布被求婚成功 对此果果的经纪员也向媒体开心表示 两人交往了两年半 是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完成浪漫的求婚 过程中南方边讲誓词边掉泪 两人感动到一起哭 不过最后也大大强调果果没有怀孕 其实两人去年就曾被周刊爆料正在热恋 但当时双方并未坦诚交往 仅称是正常交友 如今跳过认爱步骤直接宣布结婚 虽然有网友心碎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狂刷祝福 各季的全明星艺人也都来留言恭喜小妹出嫁 连好久没在镜头前露面的何孟远也说恭喜迷过 祝他勇欲爱和 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幸福哦